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妳告訴大家 那中文的名字叫什麼 大家好 我是江仁 好 江仁耶 那江仁妳跟大家介紹 妳是爸爸 是韓國人還是媽媽呢 爸爸 因為媽媽在旁邊 哈囉 大家好 因為我聽說韓國人都很愛吃辣 那妳敢吃辣嗎 那妳有沒有跟大家說 妳喜歡吃什麼韓國菜 麵糕 韓國料理都大家都吃到 那種辣炒麵糕對不對 我也很喜歡 真的 不知道媽媽在家裡 平常有沒有做菜 對 也會特別準備 就是韓國的料理這樣 會 因為爸爸早上一定要吃飯 對 所以韓國的文化是早上起來 都一起就要吃飯 他們那邊沒有什麼早餐點 爸爸早上都有煮一個 就是泡菜 然後裡面是燙的 很多料理的方式 冬天很適合喝暖 呼呼的 真的 我要問一下 家仁妳現在幾歲了 七歲 今天滿七歲 今天生日 對 快點要唱一下 預備 起 我來想唱韓文 但是呢 妳會唱韓文 剛剛那個家仁有教我一下 我忘了 家仁妳可以再教我們一次嗎 生日快樂 好 好 預備 起 生日快樂 好 太好了 讓我們準備迎接今天的挑戰 假式小達人 Let's go 海苔廚房時間 嘿嘿 食不相滿 韓國哥胖 絕對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呢 因為韓國哥太喜歡吃了 而且呢 韓國料理呢 我也是非常有研究的 所以妳會煮韓國料理呢 什麼料理我不會 來 你們點菜 點菜 那我要韓式部隊鍋 然後 韓式部隊鍋來 韓式泡菜鍋 好 那兩樣很多了 那那個 江仁捏一點一樣 年糕 辣草年糕 太棒了 這個部隊鍋年糕 跟你們說 海苔哥哥 都不會 那妳剛剛還說了一副 妳很會煮東西的樣子 我很喜歡煮啦 不然這樣 我也可以來一個拿手菜好不好 簡單一點 好 辣草什麼高麗菜啊 泡麵 這我覺得可以 辣草高麗菜 好吧 沒關係 妳試一試 我們一定會支持妳 通通都沒問題 好 那就用海苔歐爸來長廚了 好 那當然呢 下廚一定要有厲害的工具吧 對 江仁妳有沒有什麼厲害的鍋子 讓我來長廚一下 好 太棒了 我們可以吃部隊鍋了 希望妳可以吃光光 當然啊 我一定會吃光光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鍋底煮出來的菜 妳會吃光光嗎 這也太噁心了吧 對 江仁妳覺得這是乾淨的還是髒的 髒的 對 那妳覺得這樣子煮出來的菜 吃得健康嗎 健康 那我們換一個好不好 對 換一個 這很髒的 這個等一下拿去清潔一下 對 好 好 這個 這外面看起來好乾淨喔 對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真的耶 那這個顏色妳喜歡嗎 不夠這麼髒 沒有關係 既然我們都來到江仁的家裡 不然這個樣子好了 我們體貼一點 幫媽媽把這些鍋子都洗乾淨 妳們覺得怎麼樣 這非常的重要 妳知道 吃的美味呢 要先從這個乾淨的鍋子開始 好 那就由甜甜姐姐來教大家 用一個最天然的方法洗鍋子 天然的喔 妳真的是有備而來耶 那是一定要的啊 甜甜姐姐妳真的很貼心耶 那是當然的 知道我們來這邊呢 等一下刷鍋子會刷得非常的辛苦 對不對 對 所以刷的時候就需要補充體力 對不對 對 妳看 還準備這個蛋殼 就是要做雞蛋布丁 你有吃過雞蛋布丁嗎 好像沒吃過 我跟妳說雞蛋布丁超好吃的 它就是在這個蛋殼裡面 會裝蛋殼布丁 然後就會非常的美味 我們要一起說 謝謝甜甜姐姐 預備 起 謝謝甜甜姐姐 海白哥哥 妳想太多了 這個蛋殼也是我們清潔的其中之一 有 醋 鹽巴 鹽 麵粉 還有水 喔 還有水 對 海白哥哥 妳可以幫我裝一點點水嗎 好 謝謝佳人 小心喔有點重 好 接下來呢 醋啊 它有侵蝕的能力 喔 它想要醋加多一點 好 再來是鹽巴 鹽巴 鹽巴 對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鍋子比較髒啊 需要刷 就需要摩擦力多一點的話 對 我們鹽巴可以加多一點 碰到眼睛了嗎 沒有 沒有 要小心喔這個醋不要碰到眼睛 加了三匙耶 我們可以放低一點 喔 還要還要還要這麼多還要 這樣就不會噴上來了 喔 好 四匙了 好 你要加汁 再來呢就是麵粉 好 麵粉 你真的是就是平常家裡都會有這些 都會有的材料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現在呢我們都加好了 不要開始攪拌 喔 厲害厲害厲害 厲害厲害 好像要做蛋糕 打蛋器 來來來 你要輕輕攪可以嗎 輕輕攪不要噴出來 好 真的都天然的也不傷手 對啊 就不用怕萬一 因為畢竟我們都會用鍋子炒菜 真的 然後用那些化學的清潔劑 然後如果清水又沒有洗乾淨 就吃到肚子裡面 對 就對我們的身體不好 好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試試看 這個方法是不是很有效呢 好 那我們先從這個鐵的好不好 好 試試看 妳看 妳看 唉唷 很神奇耶 對不對 是我錯覺嗎 我覺得它有發亮 我是很暖男耶 真的耶 開玩笑 有妳這樣我都覺得很熱很溫暖 對 要擠一下水分才不會太多 好 那邊邊角角也都要刷乾淨 現在加一點蛋殼 唉唷 記得在加蛋殼的時候啊 我們要把它捏碎 那但是還是要注意安全啊 就是 雖然蛋殼 咦 感覺起來是不會刺人 但其實妳只看這個 一些邊邊角角 噢 還在給我小心 就增加它的清潔力 DIY小朋友最愛了對不對 好不好玩 好玩 我們都是這樣啊 一邊玩一邊做一邊做一邊玩 對 享受那個做家事的樂趣 沒錯 然後這樣來刷 你看你看 真的是有去角質的感覺 對啊 這個蛋殼就幫助菜瓜布了 江仁呢在清這個鍋子 那換我來清另外一個鍋子對不對 這個我也會 就學它就好嘛 在這個清潔器 然後呢 然後直接刷就好 妳在幹嘛 我來我來 妳的浴水不可以在清潔器 我的意思是說 這兩個鍋子的材質不一樣 這個是髮廊的材質 所以啊 它不可以用蛋殼 也不能用菜瓜布 粗糙的這一面來清潔 不然這個鍋子可能就會壞掉了 妳的意思是說 用這個刷的話 可能會破壞裡面的這個塗層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應該用菜瓜布背面的海綿 然後呢 輕輕的去刷它 不要太用力 喔 原來現在鍋子的清潔方式 還這麼講究 沒錯 好…所以只能用這一面海綿的 對 每一種鍋子它的保養方式都不一樣 喔 喔 哇 天啊 變得好白喔 而且真的我覺得有 冰冰冰的感覺 就是那個 閃亮 我曉得 哇 冰冰冰冰的 你也用得非常乾淨 給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步驟 只要將它用清水洗乾淨就可以囉 好 沒問題 裡面要把它刷乾淨 好 這水要倒掉 輕輕的倒 輕輕的倒 對 它的底部呢 喔 認真喔 對 你用手摸 喔 你看這個 會油油的嗎 不會 耶 完成 好 超級乾淨的 再來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就將鍋子擦乾 好 哇 很有成就感對不對 對 覺得很有成就感 它很仔細喔 真的 裡面外面跟鍋子的底部 都會將它擦乾 你們聽 這個聲音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非常乾淨的聲音 都沒有油膩膩的感覺 那我來考考你喔 請問這個髮廊鍋 可以用菜瓜布粗糙的那一面去刷嗎 喔 要用前面這個比較深黃色的菜瓜面 還是淺黃色的海綿面 海綿面 答對了 那這個呢 鐵鍋呢 這一面嗎 嗯 菜瓜布可以這樣刷嗎 可以 可以 恭喜你答對了 小瓜們嗎 阿公阿嬤 你們會不會覺得 每次煮完東西 洗鍋子 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呢 甜甜姐姐教大家一個好方法 只要將 麵粉 鹽 醋 還有水 調和在一起 就可以變成很有效的清潔劑喔 可是你們一定要注意 每一種鍋子的材質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清潔的工具 一定也要選擇對 像是髮廊鍋 我們要用海綿 不可以用菜瓜布 這樣子你們都記住了嗎 歡迎媽媽 媽媽妳好 所以要先請媽媽來檢查一下 好乾淨喔 媽媽 是我用的 好乾淨喔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有沒有覺得 家人長大的感覺 以後鍋子都可以洗了 媽媽你們家的歐巴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今天家人他洗鍋子 是他的初體驗喔 他第一次洗鍋子 這樣子他以後就可以幫忙媽媽的忙了 哇 我們也給媽媽一個愛的包包好不好 哇 大家愛的包包我覺得不夠 那要怎麼樣 親一個你們覺得怎麼樣嗎 蛤 哇好甜蜜喔 太棒了 今天家人的表現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家事小達人成功 我是家事小達人耶 好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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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蜜